來自於台北的李永康 好 我們不只邀請了永康兄 來到節目現場 同時還邀請了一位陪審團 民間高手 邀請到韋水林 歡迎高手在民間 不過先來看一下 永康大哥的寶石是很漂亮 這件事 桃蓮 翡翠 翡翠啊 那你當時為什麼會去買這個桃蓮呢 漂亮 價格適中 大概一萬多塊而已 一萬多塊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買這個桃蓮 是送給... 本來是想送給兒子 女兒 太太 結果他們就看不起... 那兒子 女兒還是太太啊 就看不起這種東西 真好自己留著 太太 兒子 女兒都沒人要啊 對 阿官看一下 這麼漂亮怎麼會 對阿官要 不錯咧 好 大哥當時覺得他美在哪裡 配的顏色 你覺得他這個配色很漂亮 喜歡啦 黃斐 黃斐 這個是綠色 綠色 對 一萬多到哪裡你還記得嗎 東西太多 因為東西太多了 我還可以撐口 嚇死你 嚇死我啊 真的啊 我玩了三十幾年了 你玩了三十幾年了 快四十年有了 李老師這個是翡翠嗎 它是翡翠沒有錯 它顏色就是說稍微淡一些 然後這裡有一個稍微大一點的 這個綠翡 它顏色也是灰灰淡綠色 它就是最主要是它整個 它目的啦 是要賣整個一次看賣十顆 二十顆這樣 房間很多這樣子的 他就可能做一圈 全部都是這次 二十多種不利 怎麼快 來 他有問題 我不曉得李先生 我說你是民間高手 你說話要比較厲害 OK啦 OK啦 來 看一下 我不知道他這不會多久 這差不多幾二千月 幾十幾十年 應該幾十二千 OK啦 但是正常現在叫你來買 你應該會買啦 如果現在讓你買你買的話 你如果現在還來買 你還買這個 就沒進步了嘛 對嗎 因為 沒有啦 你是毒蛇派的喔 我是毒蛇派 我說實話 這個三十年前 我也覺得他很漂亮 你的意思是他的設計 二十年前我還覺得他很漂亮 你意思是他的設計 跟款式看老氣嗎 老氣 這銀台而已嘛 這算得了 不是真的算得了 你認為現在有賺錢嗎 賺了 算個四五倍 等一下你翻兩盪 四五倍喔 四五倍喔 真的嗎 所以你認為現在差不多多少 四五萬了 不然也給我們 好 我們現在來煎炸 我們現在來煎炸 就知道他的工夫好了 賺了 賺了 我可以回去嗎 不行 我可以回去嗎 我... 請煎炸 一萬兩千元 為什麼人家他說三十年前買 怎麼樣買都賺啊 怎麼可能三十年到現在 像這樣的物件 就是說 不論是你在浴室廠 你在菜市場 你到這個所謂FB 手機裡面 這幾乎現在台灣是滿滿皆是 所以他很競爭 然後所以說我還是強調 這寶石啊 你要買漂亮的 在那個時代你買這樣的東西 可能你可以把它集合在一起 買一個稍微好一點 他的增值空間很大 像這樣的東西咧 但是不至於完全沒有增值啊 幾十年完全沒有增值 我認為是他當時買貴的 這個東西啊 假如他是二十年前買的話 二十年前我們去緬甸啊 這我實話講 這一顆啊 我們在緬甸買 一粒的行情 就一百塊台幣了 就一顆一百塊台幣了 那現在咧 現在我們估價 他只要一顆大約是一千塊 所以他總共有十顆 所以他就一萬元 再加上這個銀台 大約我們給他兩千塊 因為這銀台是主義說 現成的 然後只把它相對相對 所以行情這一萬兩千塊 現在是絕對 你一定可以買得到的 好 我也想洪玉老師啦 因為他說我買的時候 本來要給老婆 給兒子 給女兒沒有人要 他們都覺得這個款式很老氣 有沒有辦法 把它稍微改一下 也許老婆 兒子 女兒 會搶著要耶 因為講實在話 這樣子的套戀 佩戴的場合 的確少了一點 那以我的建議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把它改成手鏈 改成手鏈來帶 我覺得這樣子 可能佩戴的機會 就會多很多 那如果改成手鏈 他就大顆的怎麼辦 大顆可以再做別的利用 改成一個墜子 單一顆墜子也可以 加一點鑽石或彩色寶石去點綴 那這樣子顏色就會讓他更鮮豔一點 搭配性會更強一點 對 最主要是可以常常佩戴 好 如果改成手鏈 是不是就可以推銷出去了 謝謝 謝謝 謝謝